在台灣他們現在擁有56萬人 16個最大的部族 原住民部落其實只有一個真問題 就是青壯人口外移 返鄉就業不易 最早發生這個問題的起點是因為 頻寬不足 我們有一個台灣最好的雲端的醫療系統 可是呢 那個病例是掉不到的 所以辛辛苦苦下山去檢驗之後 上山連X光片沒有辦法掉 那剛開始更有趣 因為沒有光纖 我們必須要想辦法各種方式 把100mg打到後山 那因此我們自從網路開始 甚至我們最多的評估 曾經100公里一個GIG的頻寬 那我們這邊自然災害可以分為 颱風 地震偶爾有 土石流 再來就是寒流 大概分這幾類 以前我小的時候 常常聽到 李幹事啊或者是林長啊 會串門子來通知 那是過去二三十年前 後來政府就做了一些廣播啊 廣播器材之類的 有Wi-Fi之後縮短大家的距離 透過智慧手機 隨時接收到訊息 管理人員或是林長 拍到情形 然後馬上上傳到我們這個群組裡面 透過手機 透過Wi-Fi 很快地把事情都可以解決掉 這是一種通報的系統 我們當時在選擇部落的時候 其實是偏遠 或者是人口數達到一定的程度 讓整個Wi-Fi的效果變好 偏遠的目的是因為 其實高的頻寬很難到 所以更需要我們去做 Coverage範圍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概念 那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是Concurrent User 我要的是250個以上 那目前全世界我看到 可以拿到250個以上 大概沒有幾家 而這個東西又牽扯到 你的處理速度 你裡面的AP的處理速度 那又牽扯到 我如果範圍要大的時候 你的Antena技術要夠好 這個也必須呼應到 Ruckus都有滿足我們的需求 我們所有的小學小朋友 有99%是屬於 泰雅族的這個族群的小朋友 過去我們只有單一的 只是用一些資源 一些軟體來進行操作 它沒有辦法產生更多的互動 自從有了Wi-Fi之後 我們可以得到即時的資訊 解決我們距離的這個問題 從自己的土地開始學習 透過一般的課程來講 融入在這些資訊裡面 它才能夠跨越到國際去 跟全世界互相結合 這是我們要給現階段 台灣的孩子的一個 這樣子的學習的方法 發生水蜜桃 從那個阿公開始的話 差不多將近60年 一年的量 我目前我自己管理的話 是差不多兩萬粒左右 沒有Wi-Fi的時候 就文化他們辛苦種的桃子 就是都批發商啊 或是在路邊 頂著大太陽很辛苦的 在賣桃子這樣子 這樣子對銷售量 反而沒有比有網路的時候還好 像來山上玩的朋友 來買了我們的桃子以後 他們覺得好吃 他們就會馬上分享出去 那他一個人分享 就有好多人在看 好多人看了以後 覺得我們水蜜桃好吃 當然就對我們的銷售上面 一定是有很大的幫助 以前打電話是要錢的 現在是可以看到影像 都不要錢的 其實在山上的話 有將近超過三分之一的部落 都已經有這種100Mbps 而每一個部落 平均大概是六個AP Big Data Analytics 大數據分析系統 一旦完成之後 我們只要辦了一個活動 下一週 我們馬上知道 到底效果好不好 所以你可以想像 這兩個加成之後 未來會無可限量 目前這個model 可以一直推廣出去 我們也希望照顧更多的 那種不同偏鄉的人民 因為這是一個好的願望